价值时W的胸腔共鸣训练方法 学会胸腔共鸣 你也可以成为行走的低音泡 今天给大家分享四个练习胸腔共鸣的小方法 记不住同学一定要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第一个放松喉头的练习 嘴巴微微张开 我们来发出土泡泡的声音 第二个把手放在我们后脖子的位置 发一个感受你的后脖子和胸腔的振动 第三个我们可以多练练欧母音或者是乌母音 第四个嘴巴轻轻的闭上 我们来模仿手机振动的声音 哪一个最适合你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老师哦 关注并且私信我唱歌二字加上你的年龄 还可以领取到更多详细的声乐资料哦 不過多福里愈人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